中国国民党的青年党团 还有母亲公会共同发起 爱台不断电青年顾台湾的活动 尤其是全国的接力路跑 那我们感受到青年是国家最重要的 这个成千其后的这个栋梁 那他们感受到未来台湾的这个能源政策 那如果说能源政策稳定的话 我相信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是有非常大的助力 所以他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换起 我们未来希望这个政府能够给我们个稳定的电力 能够不缺电不限电不停电 能够充足的供应电力 而且能够有一个合理稳定的电价 那我想为什么现在要发起这个运动呢 最重要就是现在的能源政策呢 不但非核家园只是口号 而实际上是火力全开 而且这个燃美的PM2.5呢 已经影响到全国人民的健康 所以呢我们要呼吸新鲜的空气 我们不要用肺发地共同来响应 那也是希望呼吁大家共同来节能减碳 也共同来守护我们这个家园 那希望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呢 能够真正落实 照顾全部的民众 不要只是喊口号 因为现在很多的政策 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安心 包括呢我们失去了主权 失去了国格 甚至要求我们全民来吃这个 日本核灾食品的这些核食的 这些核灾的食品 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呢 可以说是受到很大的威胁 甚至呢我想青年 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这个动力 那他们在整个劳工政策方面呢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不安心 所以呢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最期望就是说全国能够来响应 也能够告诉这个政府 你现在很多的政策呢 是我们大家全民呢 都有意见的都有意义的 希望你们在整个政策的评估当中呢 真正能够守护台湾两千三百万同胞 让大家都能够生活无虑 那在经济的发展呢 能够稳定的成长 也能够让我们青年不要出走 我们真正能够跟流台湾 爱台不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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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台不断电